大家好,我是桑普,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桑普论直鸭 我的心情都是在昨晚,即今天是6月5号的凌晨时分 我当然就尽快播出这段片,为什么今天尽快播出呢? 其实之前上的几段片,如果按照赚钱的原则应该隔开时间才播片 但我觉得因为我在做节目的时间很快,在英国和美加各地都会有有关的悼念活动 在这个地方都专程帮一个想留言给我,就是说要宣传Warrington的活动 英国其实不止是英国在伦敦、利物浦、曼城、Nottingham、Redding这些主要的地方有活动 还有很简单,Edinburgh也有了,但我们看到这些小的地方 其实我觉得很感动,在美国不是每个都是人住在加州大的地方 比如LA、San Francisco等地方,东岸有波士顿、纽约等地方 可能住在一些小的镇仔,英国也有这样的情况 而在那个地方依然去搞活动的人,我觉得应该要给他们很大的一种鼓舞和鼓励 做任何悼念活动,做任何活动本身,不在人多人少,不在于自己的名声 而在于这件事是否公义,这件事是否值得做 即使我一个人做,都要做 我想这一点是重要,尤其宣传Warrington 6月4日,英国时间6点40分 在Warrington市中心的噴水池旁边有悼念活动 所以我特地为这些人,我会觉得是相当难得的一件事 无论到时候人多人少,依然坚持,年年坚持,这些才是我们要做的事 我等一下会讲一下台湾的情况 在香港绝对不简单 香港看得到,美国驻港澳总领事馆,欧盟驻港澳的办事处 就在晚上7点多点起了这个绿色的触光 香港政府进去抓他们一扮,煽动意图罪 不整一个幕,把自己在里面点饱他就点了 为什么要被人看到呢?你不进去抓,摆明是什么? 以不作为的方式,Omission的方式,勾结境外势力,煽动颠覆国家政权 所有香港警察全部都应该抓去的 总之呢,香港人是关起门来打狗,镇压 就在我讲下两个新闻 你外国的领事就没事的 这个真是令人相当奇怪 你别以为所有外国人有这个免死金牌 是领事馆而已,43岁的日本人 普通一个日本人,不是领事 Yukio Imura Yukio Imura 拿着一块板,在维园里轻轻敲打 轻轻轻轻重 走入维园,被警方截查后继续敲,继续敲,继续敲 你截查后就继续敲,继续敲,继续敲 四夜走入维园,知道有风险,但就是想支持香港人 他坐在噴水池石膊亨重 最后呢,警察上前要求他离开 两名警员左右挟住他,将他带到帐篷里面 在遮掩之下搜查他,并将他带上警车 送到北角警署目前协助调查 在被带走的一刻,他神情自弱 我为这位Yukiwo Imura先生呢,感觉到相当 我觉得相当动容,令我感动 几多人不敢这样做 一个日本人,肯在香港这样做 我祝福他,也希望大家祝福他,也希望大家关注他 在香港,你说除了他之外,香港人不敢吗? No,我们会继续做的 OK,我们看回几多样东西 第一样东西,8964 根据这个,关于renews的报导 车牌8964的私家车,去年六四洗京铜锣湾的时候 被警察截停,说怀疑私家车非法改装后 把这个车拖走 好了,今年车主赵先生,再驾驶这部车 原先打算带女儿去黄室堡用餐 并且带她见证下今天香港会发生什么事 但车洗到东区走廊的时候 已经被警察路障截停 再次指他的私家车怀疑非法改装后拖走 赵先生透露 他今天6月4日离开停车场出门的时候 已经怀疑被两部七人车跟踪 这就是香港警察比黑社会更要离谱 由九龙一路跟到港岛 他离开东区海底隧道之后 随即有铁马跟随 最终在东朗被截停 赵先生说怀疑自己已经在监控名单中 他说,我今次应该是最后一次 不敢跟小朋友一起留在这个地方太久 他概叹香港已经不是过去认识的香港 变化太快太急 不想下一代继续受苦 可能只有离开 这就是现在香港如何去对待香港政府 警察如何对待香港人的时刻 我们为赵先生祝福 无论他身处何地 保重 我们全世界心灵与你同在 生命掌握自己手上 但我们会好祈祷为你默默祝福 同时默默祝福的人 谁知他是一个 香港虽然你抓了一群支联会其他人 保释了 但是严密监控他们 刘家宜、关振邦等人 基本上完全无法有自由行动 那我们看看是否全部香港人都死心 不会 今天6月4日根据《独媒》的报道 过往两年都在余一 这间旺角店派发电子蜡烛的 前游尖旺区液圆珠江伟 今年在店内点起了电子蜡烛 但在开店约1小时后 大约15名便衣到场 驱赶和登记在场记者的资料 大约20分钟后 警员撤离 店内的电子蜡烛已经全部被拿走 被问到警员是否来自国安署 是否要求他收走蜡烛的时候 朱江伟一律表示不可以 因为国安法是说明的 不可以泄露被调查机密 余一旺角店在下午1点开门營热 负责人朱江伟就将一排电子蜡烛放在櫃桌 到下午2点 約15名便衣到场 驱赶在场记者 其中大概10名警员留在店内调查 大概5至6名警员在店内正进行调查 驱赶记者去到商场电梯位置 有登记记者资料 并派三名便衣警员看守记者 防民如防穿 草木皆兵 真是不得了 到了媒体记者向在场的警员查询詳情 只是获得警员回复 现在调查中 调查员一次过跟你说 当然不会跟你说 期间有便衣警员问记者 是否收到封有特别东西 是否收到封有特别东西 你是警员 你问记者是否收到封有特别东西 很荒谬 約20分钟后 现场警察撤离 记者返回店内 发现电子蜡烛已被收走 记者问到警员 是否来自国安署 警方是否要求朱先生 朱光伟先生 收走蜡烛心情如何 朱光伟都表示 到时不能说 只说会继续开谱 这个即是被黑社会 抖黑社会 由前游指望区议员朱光伟 创办的网购平台余一 设入旺角和铜锣湾两个门市 余一在6月3日社交媒体发文 说原定星期二属于门市的例休日 不过刚刚撞正六四 因此特别开放 天文说 朱光伟6月4日会在旺角门市当值 期间会碰起电子触光 悼念六四的死难者 思念仍在生 或已离世的天安门母亲 天文也特别提到 在某一次聚会中 一名记者分享 我只希望继续做以前一直做的事 虽然现在要拼尽全力 人工半价 甚至会有风险 但这是我想做的 做到的 和至刚做得好的事 这个就是香港人的精神 所以我们要为所有这些人 去献上重大的祝福 今天我们看到 就是我说是6月4日 说昨天 昨天的傍晚 昨天都很忙 因为昨天我会出席一个电视台的节目 说六四三五周年 后天我会放一个台语台的节目 公事公共电视台的节目 我将那个有关的YouTube 放回在Facebook里面 给大家看 梁家丽就是光传媒的一位重要骨幹 记得在我旁边 记得是林正义先生 和曾建源先生 大家如何讲台湾和香港 如何看六四这件事 我之后就去到这个六四的 祝国晚会的现场 上台和大家一起默哀 我没有发表任何的言论 我觉得很多人是值得发表他们的说法 我们将有关的片段 是不算时间的了 密集地放在我的YouTube里面 希望多点击分享 也有comment like share subscribe YouTube Patreon 看所有广告 Patreon 尤其是用付费 每月定额方式去支持 希望大家多多努力 以及利用Superfans function 支持我每个节目 因为好的 可以多些的一些欠金 同时我们看到 6月4日 在整个会场里面 是破了我 在台湾参与六四万会的人数记录 大会宣布有近六千人去参加 我问问有关大会的人员 在台湾参与纳热的数目去量度 当然很多工作人员都要目测 一个人 我连续拿很多人 我基本上是不太会的 我自己目测所见 我想你说六千人是否太多呢 我想三千座底有 三千人里面 你说是否破了记录 是的 去年2023年的六四三十四周年 是大雨旁沱的 我都湿了 然后你说之前那年 都是间歇性下雨的 人数没那么多的 反而你会看到譬如说 Safe 12的游行 六九的游行都会比较多些 当然近年的六九的游行 已经是越来越少的了 但我们仍然会坚持的 这个礼拜六 6月9日 1点半集合 2点起步 在哪里 就是自由广场牌匾 以前叫做大宗致政 这是自由广场的牌匾 中山南路旁边的牌匾 起步 就是行到哪个地方 西门 西门丁 OK 西本苑寺 那个地方 现在还申请有关的地方 所以最后要决定怎么样 等主办单位 香港变成青年宣布 我再说一次 6月9日 1点半集合 2点起步 由这个自由广场的牌匾 中山南路 即是不需要入到正殿 中正庙那里 在一个牌匾出发 走到西门丁 其实这个路程不算太远 我想现在申请路权 以及有关西本苑寺集会的一种权利 有关情情 等香港变成青年公布 但时间已经确定了 希望大家注意一下 同时 如果各位旅游来到台湾 或者在台港人 都会这样看一看 这个生死存亡 我再给大家看看 生死存亡 这个艺术展 在哪个地方 中正纪念堂 正殿 一楼 你不需要爬上楼梯 旁边有位置入 入到正中间 就是生死存亡的展览 我把有关的图片放在我Facebook 时间已经是5月20日开始 一直到6月13日 到6月13日 所以他们现在还有8日时间 希望大家好好珍惜这段时间 看看 很多离散港人的抗争艺术家 包括王国才 Loretta Lo 林尼林朗 在英国伦敦 Loretta 在荷兰海牙 然后王国才先生 在台中住 他们个个都有很多的展品 去展出来 甚至没有其他的艺术家 都有参与有关的事 希望大家多多去捧场 这一点是重要的 今天我们看到很多他们的 给大家看看他们的postcard 这个postcard很漂亮 哪个地方 看着 香港 红色的香港 一类黑烟 一类黑烟 一类小鳥 在逆光中飞翔 这些意境真是很厉害 这个是我们今天 6月4日 六四 三十五周年 看得到这个 追求民主 无畏无据 ideas are bulletproof 我们的理想 其实ideas 跟ideas 我们的观念 我们的理想 是什么 bulletproof 是无坚不摧的 是防弹的 不是防弹少年团 防弹的 OK 那这个是什么 大家知道 虽然艺术家 很厉害 用一些不同的光影 去把这八个字 说得很清楚 大家可以看 希望有一天 真的做到 光复香港 时代革命 真是能够成功 我们心心念念的 终有一天 会开发结果 千万不要以为 没有可能 好了 去回这个节目了 台湾一如以往 6月4日 在中正纪念堂 逆称自由广场 外的民主大道 举行这个 燭光晚会 今年的主题 就是追求民主 无畏无据 大会主持之一 香港的艺术家王国才 其实全程用广东话 扮演当年的 骑着单车前往天安门广场的青年 踩单车上台 背后仍挂着一个写上 未敢忘记 不想回忆的旗次 这个我很感谢Casey 因为他的这种很出色的演出 他将一个抗争艺术家的生命 发挥得非常好 尤其在一个这样的情况下 未敢忘记 不想回忆旗次 是什么呢 我记得 即是我也将一段影片 放在Facebook上 重新再放一次 去年都放过了 This is my duty 这是我的主席 你去哪个地方 去天安门广场 为什么 因为这是我的职责 为什么我会去维园呢 因为这是我的职责 为什么我要去参加 6月9日 6月16日 7月1日 721831 所有的活动呢 2019年 因为这是我的职责 为什么今天 我即使来到台湾 没有受到牢獄之灾 我依然都会继续说话 因为这是我的职责 为什么各位 依然会看这些节目呢 因为这是大家的职责 不要只看 要做事就是帮这件事 你可以 你觉得是 给钱给我 觉得我没有什么钱了 你又要钱 那些东西 我不是要这些东西 我希望大家 用你的 一些talent 用你的能力 用你的自由 去做一些真正能够 把香港的声音 在各地能够温存的事 我知道我们 看我节目的人 有一半 都是香港以外的人 那我希望 这些离散的 包括我在位的 一些香港人 能够 好好这样做多些事情 because this is our common duty 那之后他用广东话 就是casey 就是王国才 用广东话 带领集会人士高夫 平反8964 追究屠城责任 其实我不喜欢平反这个字 你不是要求共产党 去平反些什么 平反冤假错案 我为什么要要求你平反 历史会宣判你 粉碎你 殲灭你 我的意思就是 真相 赔偿 救责 这个就是 这个是对于天安门母亲 三个这么多年来的 呼吁的一种 响应 OK 最后我看到镜新闻 也有另一个报道 就是说 有一位曾经好多年的小粉红 离开了之后 去我国读书 发现到真相 六四的也好 新疆也好 香港也好 之后变成了一个反共人士 其实这些报道寫得很好 我将这个报道放在Facebook 里面 虽然我已经有很多贴在上面 你自己慢慢看一下里面的报道 我觉得比访问那些所谓的 民运人士更加有价值 那么我多谢今天这个大会访问到方正 这个周峰索 还有在台湾的人华老师 是他们本身 我觉得是一些比较 真是落手落脚 认真做事 不是一些思维素餐 me too前身 骗来骗去 诈骗类类的一些民运人士 我不开名了 我只是说 好多谢方正 好多谢周峰索 我看到他们的一些行动 以及很正派的行动 吴云华老师一直以来去调查 深入的写作 关于六四的真相 这一点是能够将默写的历史写出来 默写的方言 共产党的方言是敌不过血舍的史实 血舍的历史依然在 最后都会拨云见日的 我不是历史主义者 但我认为每个人做报导 每个记者都在写历史 请各位记者 温存真善美 信望爱 不要只是以为 可以助纣为约 以为在大公文会 那些地方打工 就等于 你是记者 No 各位 善恶到头终有报 始终都有最后审判 现场可见有很多香港人参与 我想有一半都有 香港铜锣湾书店前店长林荣基 占中三字之日 陈建文也到场 另外也有台湾立委的洪失汉 台湾NGO工作者李明哲等等 陈建文表示 香港已经不再是以前的香港 以前香港这个时候 可以去维园悼念六四的 陈建文反访当时警方 那么多年来的香港警察 是不是一直以来协助颠覆国家 为什么当时批准集会 按照这个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的伟大论述 串谋只要一点 看到警察在那个地方 有协助国家在国安法实施之后 这就代表有事了 各位 以前的所有地方全面揽炒 只要证明到在2020年7月1日之后 警方有试过做这件事 我不要说国安法 不要说23条 我就用刑事罪行条例第10条 玩你警方 因为你的刑事罪行条例早已经存在了 1997年 这个主权移交后已经有了 最终可以撇拔两年 这三万警察 要不就用不反对通知书 协助这个支联会 煽动颠覆国家政权 一直以来 你们先去承知义法 对不对 拘捕他们 这帮香港警察 对不对 我就说 所有香港警察 听着有三万个 和你们的家人 这些人 我们只是忙什么是真实的 和你们的官员 检控官员 法官 任何民主自由国家 包括台湾在内 包括英国 美国 加拿大 日本 台湾 澳洲 纽西兰 德国 法国 whatever 你们家人 应该要被列表管控 即我不是要制裁你 我从来不叫制裁你 搞清楚 你的名字 放在这个移民官的卡 入到这个地方 找些鬼佬跟你拍照 还有教你怎么玩枪 还有教你呢 特工技巧 抑你 不用 免费 拍照 看你开心的样子 是吧 你回去之后 好玩 那这个才是真正的制裁 对不对 那些制裁 你和他们罚钱 抄他们在外国的东西 这个什么 现金出钱 太小 太离谱 所以要玩共谍 不只是玩香港这些人 玩中国的人一样 玩过来 OK 这样才是最大的 使得你全家散 不需要铲走 全家散 最重要 你不散 搞到你散 三万thanks 真的 现场除了有丹麦的艺术家 加高智活 Yens Galchiot 创作的国伤之柱 也曾经被逃污过 将逃污了的国伤之柱 原本奉献的剪出来 本身是一个极高艺术創作的展品 也有哀悼庭 和烛光牌子 被民众追悼 也有史习 包括我们台湾香港议会在内 有边城青年 也有赴汤 也有国际特色组织 鱼水等不同的民间团体宣读不同人权的议题 例如有邀请参与联储声援香港四十七人案和其他政治犯 也有人摆放以城香港禁书的羊村绘本 今天大会也请来了六四亲历者 例如方正、周峰、索等人分享自身经历 其中双腿被坦克剪压、剪断、压断整个和城 整只脚、双腿被人坦克剪碎、剪成欲泥的方正 35年后的今天 仍然没有真相 没有公布 也没有承认真相 真相早已有 但没有承认真相 绘子手没有得到清算 中共政权至今仍然依旧高压统治中国 剥夺香港的自由 甚至用武力威胁台湾的民主自由 但他认为仍要相信民主必成 踏入到晚上8.09分 全场默哀六十四秒 有人手持白色鲜花 有人泪眼汪汪 为六四死难者制宜 大会宣布今年有六千人参加 是去年的两倍 华人民主书院协会 今年中正念堂持有生死存亡 再说一次 六四三五周年艺术展 由18位包括流亡港人 中国、美国、丹麥等地的艺术家 透过展出30多件作品 带领群众思考自由民主人权的价值 展期到6月13日 希望大家鼎力支持 另外我们看到台湾总统赖清德 刚刚上任 也表示 一个真正令人尊敬的国家 是可以令人民大声说话 而纪念六四不是为了六四 更是为了全球深细 民主自由的人们 都有着共同的信念 这一点我们相当感谢 如果我们将他和李家超的说法 互相比较 就更觉彼此之间的分别 在哪个地方 这件事令我们非常感慨 活在香港人头上的 是一个殖民政权 是一个遵行共产党意志的怪兽 但李家超完全不一样 六四天安门事件三十五周年前夕 以往举行六四苏文万会的维多利亚公园主要路口 有警员驻守 全副武装的反恐特勤队 和劍齿虎装甲车在场戒备 一位行为艺术家叫做沙目 亦都名陈沙目 是叫做陈诗森的阿 Sanmu Chen 他在洛克道 即是铜锣湾洛克道 沉默的一样 凭空比划数字 八九六四 就被大批警员拘捕带走 调查后获释 六四已在香港成为了敏感词 行政长官李家超 回应这个市民 能不能够悼念六四的事件的时候说 任何活动都要守法 包括港版国安法和基本法23条 李家超仔李渣昭 在6月4日出席行政会前 被问到六四是否已成为禁语 如果谈论六四是否违法 如果到维园一带点的烛光 会否被警方制止 他没有直接回答 只是针对个别日子 以前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 以前就说是令人相感的日子 近日就说敏感日子 去到六月四日 说到个别日子 不知所谓 是不是 连敏感都不敏感 哪个敏感我没有敏感 是你敏感 是你共产党解放军 港共政权 地下党 地上党 党员所有支持共产党 都是敏感的 怎样敏感 你们杀了人 想逃避责任 你们想害香港人 想stab 台湾 杀了人不认错 不承认任何过错 始终留乌乌一样 其实留乌乌是小贼 他没有杀人 但是本质是这样 有错绝对不认 再吵就要你站定 这些就是做一些所谓的坏事的人 就是专门做这些事情 针对个别日子 政府立场清晰 任何公众 公众活动必须守法 所有活动都受港版国安法 维护国家安全条例 和公安条例的规管 就是说 共产党以来怎样是怎样 不喜欢的就是查理 赵先生 刚刚说的 车牌八九六四 就说要你 你怀疑你改装 要拖走 摆明玩你的 摆明玩你的 是不是 朱刚慧 摆明玩 玩大家的 那大家会怎样 在访门上访门得很好悼念 未来我也希望 英国加拿大有更多的人 我相信温哥华是最多的 但是我就说 我希望全世界不要轮多少 这个不是比赛 This is not a competition 这是一个悼念的活动 我希望每个人多与少 尤其我很珍惜 好 觉得你越少人悼念 而你坚持悼念那些人 我是另眼相看的 OK 这个世界不是比赛 多人的一个比赛 No 是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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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这才是重要 以前我在纳沙读书的时候 中国读书的时候 一定要纳沙的精神 就是你有个精神 由小到大 我的教育就是这样 你喜欢就听就听 不听的损数 香港人都要香港人的精神 你不发挥出你的精神 这个精神就是你的意志 你的信念 你的希望 李家超强调 不能忘记2019年的 颜色革命所突压的伤痛 不可以调以轻心 要警惕 仍有势力 尝试破坏国家安全 国安风险 依然可以得如其来 不可以好了伤口 就忘了痛 要有小心被人 奇怪的议题 即是发挥 你吃屎 李家超 那么多人死不见 你死趁地淋 你不吃屎 那你就喝尿 你去 你全家都要 还有所有你们那些 香港警察 你们全部都要 我不会说 哎呀 我们要拉一派打一派 我们要打李家超 不要打警察 警察都是好警察 你收皮 OK 台湾总统乃清德制 Facebook发文纪念六四 你看台湾的总统 我说你说 很多人说 哎 台湾的蔡英文 其实说很多东西 都是说出卖香港人的 骗香港人的 我觉得很多东西 看你怎么看 我会觉得你说 台湾的官僚制度 台湾的一些所谓的 处理一些 移民申请 你遇到一个问题 或者说一些 他认为 很多人认为 不合理地 否决了个案 或者加监个案等等 或者整个行政的程序里面 很多卡的沙石的东西 我不否认有 很多不合理的惩罚 但是 你要记住 台湾 真的对于一些 政治原因 来到台湾的手足 所谓的难民 虽然台湾没有难民法 其实有好好的照顾 我可以作证 他有很多例子 但我不可能在地方 讲一些例子 OK 那他是不是真的能够 兑现到这班手足 能够是 让他们 能够在台湾落地 生根的机会 给他们的机会 这样做 我觉得是存在的 而且 我可以这样讲 我不可以讲得很详细 真的sorry 我真的没有办法 在公开场合谈得很详细 现在对他们本身 是给多些的可能性给他们 而使他们更能够 在一个地方 获得定居指甲 OK 我只是讲到这个位 所以我就说 你说 是不是鼓励大家 变手足 申请这些人 No 你根本上没有像他们这样的话 不好意思 你没有办法走那条路 你走回正常移民那条路 尊财的 投资的 读书的 医亲的 什么其他的东西 OK 好好去走 会不会有一天收紧呢 我可以告诉大家 可能 会被大家预想中还要败 不是 我是不想的 那你说 会不会画线呢 即是你已经居留着的人 你要申请定居 那就是用回现状的制度 不会受新的政策影响呢 会 即是会画线 OK 所以我就说 我再讲多一次 我听这个节目 在香港的各位 再讲多一次 如果你们有意想来台湾的 而早不宜迟 你一迟 你不要跟我complain 我今天 2024年6月5日 已经做节目 跟大家讲清楚 之前我讲多一次 现在要讲多一次 花开堪折 直衰折 莫待无花空折之 到时候这一生 你先来居留和 那你就会用新的政策 去处理未来定居的问题了 不要答 那希望大家 不要以为大安子已无 你走错路 迟一走路 没有 没有人就删 不是删的 要难 时间要拖长 OK 大家要记住 时间是会变的 不是所有东西都不变的 我再讲一次 是会变的 OK 你不要说台湾 英国加拿大 at some time in the future 会变 很多人告诉你 不会的 不会的 我看政治不是看一天的 OK 大家心水清静都知道 这个会出现 所以希望大家珍惜 那你看看李家超 是一个共产党殖民的走狗 共产党的喉舌 对待香港人 鱼浪似虎 但是在外面的大称德是如何对待人 OK 你怪蔡英文说 你根本上对香港的移民很差的 蔡英文说 帮香港的问题是帮难民 他什么时候说帮移民呢 那你说 那你骗我 他哪句话骗你 自由的台湾 帮香港的自由 接着欢迎香港人过来 你不要忘记有很多东西 你要记住一样东西 每个国家的移民政策呢 其实你想想他已经收取定居的人更多 你可以批评他不守法治 不跟规矩 有很多官僚的习性 每个官员 每一个counter可能对你说的不同 或者他本身有些东西 是政策变来变去 你可以怪这些东西 没有一些fair comment OK 但你说 喂 台湾对香港的移民没有帮到 他基本上加倍 新年豪加几倍就帮了 那你说 有申请就立刻要帮 没有人答应过你这件事 那你说 他是不是拖一些地方 有加监的情况呢 我会认为那些保留观察 其实我想知道 那些应该是被否决的 但是台湾政府 就给一个时间的保留观察给大家 协助大家符合有关的指教 所以到今时今日 以前 在2021年2022年 当时很多在台国家的争议 自从去年2023年5月之后 新政策慢慢实施之后 开始慢慢宽松了很多 即是宽松了的话 就给很多人有一个liway 透过你的财力证明等等方式 可以留在这里 但当然你的居留时间 会比较相对拉长了 未来会不会更加长呢 我告诉你 Sooner or later 会 OK 那你说 投资证明 投资的移民 可不可以用财力证明 不行 但其他的 譬如专财的 医亲的 At the end of the day 你用财力证明 可以证明到的 可以 我不想说太多这些 移民政策太琐碎的东西 我只是说 每个国家 都有它自己的问题 加拿大 它已经排队 等着Streamy Streamy OWP 那些东西 已经排得很陷 要審费签证的时间 拉长很多 我知道当地很多 很多香港的 港裔加拿大人的组织 都在帮忙 看看能不能疏到这些问题 我想在英国 Sooner or later 五加一 会见真章的了 你能拿到PR 是不是拿到真正的国籍 是不是个个都拿到 我说真的 我是个大文豪 每个国家 它最后 都是绝对主权 去做有关的行为 所以说大家 会否希望这个政策 会怎么变成呢 我再说一次 我再说一次 在难民方面 手足方面 会更加多的可能性 给他们 能够使他们更加容易 去取得定居资格 但当然要符合国家安全 好了 对于移民方面 遲些就会画一条线 即是说 不索及既往 对于现在已经取得居留资格 但还未拿到身份证 即未拿到定居的人 就是不受新政策去影响 新政策一定是年份比较长一些 我只是说到这里 时间的什么 未有决定 我都觉得这件事的话 会出现 不是说我是support 与不support 这些政策 而这件事你问一下 从台湾的角度来说是合理的 从香港人的角度来说 是比较严可的 在这个时刻和大家说 为什么 你现在今天 要想着迟些先来 赚多几年钱先 那你慢慢赚 我就是跟你说 那样的 之后去到那些地方 去到那些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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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要怪 有民主自由才能真正保护到人物 赖清德说 35年前的今天 全世界都在平息静气 看着天安门 那个时候 民主化浪潮席卷全球 亚洲各地的学生 都同样站出来 追求民主自由 呼吁国家改变 由韩国 一直到台湾 1990年的野白盒 学运 都是这样 野白盒 野草莓 一路去到太阳花 去到最近的青鸟行动 其实 都一波一波的 一些民主的诉求 赖清德说 一个真正令人尊敬的国家 是可以给人大声说话 任何政权都应勇敢面对人民的声音 特别是年轻的世代 因为社会的变革 往往仰致多元的意见 青年世代 促进国家革新的力量 不应该被压制 是应该受到国家的保护和鼓励 六四记忆不会在历史的洪量中消失 因为这个提醒着 民主自由得来不移 要用民主凝聚共识 以自由回应专制 以勇气面对威权扩张 更要凭团结面对挑战 这个就是他的贴文 我觉得 谁才说出一些真正自由民主的声音 令香港人有共鸣呢 当然是赖清德 赖清德当然不是香港的领袖 他服务的是台湾2,350万人 如果你认为赖清德说一句 我会帮你香港的 跟着你说他出卖你的话 sorry 你要知道 人家两个灯给你 是不是一定要 你一个特定的人 一定要拿到身份证 那些东西呢 没有这个东西 我们是很多香港人 离开一只孤儿子 就是你没有办法 你要去 你欺人 人家都不会给你 你要面对这个现实 不要再搞什么大香港主义 没有这个东西 你放不下那些大香港主义 来到这个地方 一定要一个极高的标准 用一个ideal 用一个ideal的标准 或者用所谓 你认为香港人的common sensical的标准 来看其他国家的话 你一定到处碰壁的 你不低头 人家都逼你低头 你心不甘情不怨 喊这个羊 喊那个羊 其实都敌不过 你自己本身 能不能放下这种 一种这样的解体 你说台湾有很多事 是否做得对与不对 是一回事 但是你要成功达阵 你就要克服忍耐欠虚 这个是一基本的 你很多不克服 不忍耐 不欠虚 你去到哪个国家 都会成为很异质的一种力量 这种异质 人家会排拒你 你以为自己很自在 但人家觉得很呆眼 而你觉得不意为言 人家觉得狠意为言 这个是一个大问题 希望大家要明白这一点 我们真的要融入 我们不要忘记香港发生的所有事 但亦都不可以 用一种我教你做事的方式 去到日本 去到台湾 去到欧洲 去到英国 去到美国 去到加拿大 去到澳洲 去到纽西兰 要你这样的态度做事 是一定会到处碰壁的 你不喜欢的 你便自己选择离开 没有人会逼你 但你又不离开 又要不断闹 有一帮人敢约 我觉得就是 何必呢 何必呢 歌仔也有唱 所以说 希望大家 逻辑一点想问题 放宽个心 我知道你们很多很多的痛苦 我肯定 我听过别人粗口 骂 但是骂一些事情 也有 明白 可以怎样 OK 难道你在香港 活在天堂中 一些问题 都不会发生吗 然后将你遇到的问题 怪了 新的国家吗 那这个不同 人生 不免唏嘘 谈笑 亦常有女 是吧 所以我们希望大家都努力 所以看到 香港现在的情况 相当难顶 相当难顶 但是我们香港搞成这样 我们都知道 5月35号 5月35号 这个舞台剧 带到英国 而监制列明慧说 我们海外接力 现在香港 都有难熟政治法 煽动颠覆国家政权 不再是人家的事 是香港每天都发生的事 以前是人家 现在是自己 香港的朋友已经很努力 希望他们保重 我同样有同样的想法 列明慧说 最重要是平安 我们在海外要接力 希望在英国公演的 希望能够做得好 而这个舞台剧 其实是5月35号 曾经去年 在台湾放映 今年是六四舞台第一次 把这部舞台剧 翻译成英文 带到英国 在伦敦的Southwalk Playhouse 公演录场 他说 香港的朋友已经很努力 希望他们保重 最重要是平安 希望海外接力的就是列明慧 香港这样 是一种难以言语 由种种事件交织而成的状态 列明慧说 不过剧作之外 他们另外一个目标 就是将香港发生的事 带到海外 所以在剧场前台 他们设了一个 Letter from Hong Kong的小型展览 说上香港 由八九民运 去到2019年 反送中运动的 漫长民主抗争 但在剧作公演的 英国时间5月29日到6月1日 47人 按判决数之不尽的敏感日子 不可抗力陆续出现 每日都要加一些新的section 在我们这个指令里面 每一日都要为他加添几个指章 每日都有这样的情况 这个就是香港这样的意思 这个就是列明慧 很多谢他 也都希望他继续保重 做好所有的一些艺术工作 那么我也都很感动 今天我去到台湾台北这个场地 由华人华诗书协会举办的 这个六四祝国晚会 王国财先生是讲广东话的 他旁边是一位由澳门来的一位人 他基本上的女孩是讲华语 就是Mandarin 那两个希望呢 就能够共鸣 那又问到 哎 台下有多少人讲广东话 识听广东话的时候 哇 起码一半都说耶 都举手 而王国财先生就觉得 他的讲话的方式 很有这个现场感 很有临场感 小到现场的气氛都带动起来 而我很有感觉就是说 好像 这个是一个香港的聚会一样 虽然 supposedly 应该是一个台湾 事实上 应该定为一个台湾的聚会 后来也都有一些 在台湾乐队献唱的台语歌曲 但是呢 我们很多香港人来到这个地方 就找回那种 香港曾经悼念六四 曾经为民主自由 为香港抗争过攻精神 说出光复香港时代革命 香港独立 甚至争取香港民主自由 即是要这个结束一档专政 的一种心声 这种就是我们 很多人 基本上深深念念的一件事 那在现场当中呢 我都再说一次了 大家要看看这本书 小触光 OK 星月书房出版 希望呢 大家就是 可以去 自己 PM这个 丁南桥教授 OK 那 也都是 可以呢 如果有兴趣想买的 再有 跟我说 这本书就是台湾出版 但是我就觉得 大家如果带回香港呢 会有一定的 难题 我不鼓励 也都不 置评这些行为 但这本书很好 就是 起码这个书就是 讲六四 那 作者 就是这个画家 是Dino 那跟着 作者文字 是日志 丁南桥的企画 所以这本书是 小触光 我希望大家 就是 每一年 都会记得小触光 OK 每一个人记住要 拒绝遗望 美兰昆达拉讲过 人与正确的斗争 就是记忆与遗亡的斗争 希望大家不要忘记 OK 这一集很长了 先说到这里 我们 遲些再说其他议题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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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